在北约空袭的隆隆炮火声中 当地时间7号傍晚 久未露面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 卡扎菲说自己现在就在阿齐齐亚军营 他和利比亚人民将战斗到底 据美联社报道 卡扎菲当天是通过与利比亚国家电视台的电话连线发表讲话的 卡扎菲说北约应该撤军应该离开利比亚 并为他们在利比亚犯下的罪行忏悔 把利比亚问题留给利比亚人自己来解决 而利比亚人只有一个选择 卡扎菲还强调 他不怕死 他现在就在阿齐齐亚军营 他称赞那些在空袭中依然坚守在军营的支持者 同时号召利比亚人组织百万人大反攻 卡扎菲说利比亚的部落势力也会投入到清理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中来 这是利比亚人民历史性的责任 这一行动将最终实现利比亚的统一 谢谢大家